好 首先呢我要先说明 这个翁晓琳立委的提案是属于他个人的想法 那我看国民党对于他的提案 似乎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那我们可以理解说 委员们他们的提案可能会对于 现在的这个少数总统的现况产生的忧心 所以这我们当然也就尊重 但是呢在这个还没有凝聚社会共事的前提之下 我想这个提案可能还是大家就先观察 那也不用先预设立场说 好像柯文哲主席在2028年就一定是第三名 因为毕竟时间还没有到 再加上现在还是2024年刚选完 所以我们目前还是个别委员提案我们尊重 那另外我想要补充一下有关N加1 所谓部分的人是说 党内基层议员全部炸锅这件事 在这件事情上面当然我们可以分现在跟未来 那除了刚刚鼎立所说的 N加1是从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里面的数据来做分析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量首先第一个要面对到的是2026年 那2026年的这一战一定还是会以现阶段我们有的资源多寡 以及我们的候选人特质有没有到达一定的这个可以被选民接受 再来第三个就是各个选区必须要依选区去安排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含包含江和树议员等等 大家基层的声音我们也都收到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定案 也就是说N加1都还是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那但是如果说以未来的方向来去看的话 民众党要发展绝对不会只是守住一个N 那所以这个还是要分现阶段跟未来的发展性来看 谢谢大家